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 季色满谈的杜眼龙袖 我是你们本人,我是I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那今天呢,Simon师傅又要分享一些风水智慧啦 就是关于到地毯的 OK,就是地毯,虽然我也不懂地毯有什么风水 就是擦脚步有什么风水呢,Simon师傅 擦脚步地毯 其实呢,擦脚步地毯也是有风水的 为什么呢? 但是这个比较多是给那些创业的人啊 或者有公司啊,做工之类的老板,老板娘们的 就创业者啦 创业者 对,其实在家也是有 但是我今天Simon师傅就跟大家说 比较多是在你们生意上 OK,好 OK,那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公司啊 或者去,比如说你们去做facial,做脸,做spa 你没有看过那些人的公司呢 这名字是在它的擦脚步的 或者在地板的 有诶 有诶 没有听过 你们最多看到的就是在车里面 你们车的地板的那个擦脚步啊 是不是有Honda 不然就是Toyota 哦,是是是,那个是,对对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擦脚步的风水也就是说呢 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公司名字 或者你们的这个招牌 还是什么 放在擦脚步 放在地板 人家走上走下 脚可以踩的 嗯 为什么? 因为会践踏到你的品牌 嗯 可能人家不会得到尊敬在你的公司 嗯 嗯 不懂了 其实如果人家每天踩你的公司名 每天踩着你的品牌 会不会是 可能有一些同行可能会踩到 因为踩你嘛 压你 对 是吗 是吗 这会弄到你的公司很多很多的灾难 而且我看见很多公司 因为有这个 弄到他们的公司 很多人家去踩他们 就是其他公司也好 顾客也好 踩到他们的 这个钱财啊 cash flow啊 嗯 跌跌跌 他们的生意跌跌跌 跌到没有胜 蛤?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公司 你的骄傲 你的生意 每天人家脚在踩 每天给人家踩踩踩踩踩踩 嗯 对不对 对 那好不好 不好 所以这个擦脚步的风水就是说 你们不管是在家都好 你们在店里 在公司 看好你们的这个擦脚步 不要把你的名字放在那边 你的这个名片啊 给了人 如果人家丢掉在地板踩住 你也是会被人家踩的 哦 是哦 那些 你们公司 分给人家 没有看好 丢在地板 踩上踩上 你是不是品牌给人家踩 哦 还有这样子的东西 对 这些都是你的风水 对 所以你给你的这个 啊 给人 你要看好 不是谁都给的 对对对 那他给了他 那就是转头一丢垃圾桶 他丢垃圾桶还好 不要丢在地板 哦 他会被人家踩 他会给人家踩 踩了 你的品牌就会跌 你的公司就会跌 可是如果不经意间 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他不知道 对 所以今天什么时候 就拍这个影片 给大家知道 嗯 对吗 所以不要 但你在家 如果你们的这个 擦脚布 有什么字很重要 welcome welcome 啊 hello 你错了 不好放welcome 这个我懂我懂 因为为什么 我们物诗 我们物诗里面啊 我们的那个地点 不可以买welcome 因为啊 除非你是希望 未来的零 会进来你的家 welcome 你就已经请他进来 我们物诗有这样子的 一些 呃 习俗啦 就是我们的地点 不可以买welcome 那也是风水 就是不可以welcome 我们进来 物诗风水 对 但是我们是因为灵体嘛 所以灵体有些可能 我们自己家里的灵还好 但是如果是讲 外面来的灵 可能是比较恐怖啊 还是什么 你不懂是什么东西会来 所以你最好不要放welcome 不然的话你就很多麻烦 你要清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都不放welcome 而且我们的地点啊 巫师啊 地点下面会有放一些东西 对 来去做一些解析啊之类的 就是我在想 是不是有一点关系到 就是关于到 这个 地点的风水 有 我们风水上也是 你们的插脚布 下面 也可以放东西的 啊 是不是 对 你要放什么 你来找我什么师傅 我就跟你讲 是按针的 还是什么 按针的 啊 你关注我和蔡师傅的Instagram 我们杜友龙小Instagram 我一定会放上去 给大家知道的 什么可以放在 这个脚布底下 哦 对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插脚布呢 有什么字是很重要的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不要放在你的家门口 要拿 在店里面也可以啦 店也必要啦 你店你可以放 比较好听的 招财净宝 应该财要进来嘛 对吗 对对对 对吗 对 招财净宝 生意信融 对吗 但是你不要放什么 公司名啊 欢迎光临啊之类的 如果你找不到 就放红色 哦 为什么 哦 对 有很多就是放红色 因为红红红 大红大字 你叫啊 对 放红色 尤其在 现在啊 九亿年啊 紫色 红色 都很了 哦 你就放 不要放那些 有没有的字啊 不开不开心 不快乐的字啊 这样给我放卡通 这样的花 这样 啊 可以 就没有意思了 全部东西 就一个可爱 这样 对 但是你要看你的卡通 不要那种很恐怖啊 因为有形 就有灵 对啦 是不是 对 所以今天三文师傅就教大家这个最基本的擦脚步啊地毯的风水 你们记得如果你要你的公司旺旺的起 不要给人家去踩你的品牌或者公司名 这个东西哦就是比较像一个很像东方跟西方 因为我们白无私法门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你们这个东方的这种很像风水也是有这样的东西 因为地毯刚才你讲地毯的时候我还在那边莫名其妙 我还没有想到 但是你讲到这个被人家踩 或者是不要讲Welcome啊 不要放欢迎光临 我就突然讲 诶 对哦 我们无私不可以放欢迎光临 我们的一个 巫师的地毯经济 这个东西 我们比较少讲 但是通常啊 你看啊 如果是讲巫师啊 他们的店铺啊 通常他们是就不放 不然就是 放一个 没有Welcome的 就是没有Welcome 对 然后我们通常巫师的话 我们的门口啊 会做一些东西的 然后去防一些东西啊 去拿 就是很像 招一些好的运来啊之类 这些是我们巫师通常都会做 包括可能 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天 会做什么什么仪式啊 在那个门啊 之类之类之类 都有这样子的东西 对 但是我会想到 风水原来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 很像他 因为通常啦 我们巫师派的话 没有人会 把名字 放在地毯给人家踩 对 我们也是会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通常是不会 基本像你刚才讲 我很少听到 我很少听到 很少听到人家讲背 以后 以后你们有去那些公司啊 或者你们去Spa 去捡头发什么 你们注意看他的地毯 如果你看到公司名啊 你不要特地去踩啦 对吗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智慧了 对 所以你可以跟他老板娘 老板说 Simon师傅有说 你们公司名啊 不要这样 然后那个老板娘就是不信风水 就去打他这样 不信风水 迟早他会看到他的结果 因为这个你不信写 真的是这样写 不可信其无 对 诶 诶不是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对啊 应该是这样子的话 所以很多很多 我看到公司啊 通常有这样的 就是到最后不耐久 对 哦 所以很多也是这样子的原因 对 是 而且啊 我跟你讲 那个名片啊 尤其是名片啊 我们的名片 没有随便给 乱乱给人 就有可能有些交流到啊 之类的 同行啊之类的 我们会给那个名片 这样子 但是我们对这个名片来说 是一个很 就是 很尊敬 一个搬单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再加上我们的名片 是有神明在上面的 所以我们是 不会让人家 可能去见他啊 所以 可能如果他敢去见他 也是有点 他自己的因果 这样子啦 所以 这个东西 地殿 这个地毯的东西 是讲店铺里面嘛 对吧 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 百无事方面 是讲家里 不可以放welcome 这样子 还有没有其他 可能比如说 家里面的 就因为我们 地毯是外面 不可以放welcome 这样里面呢 家里面 里面也是一样啊 只要你的地毯 有人脚在踩 对 不要放那些奇奇怪怪的图片啊 或者看起来 弄到你心情很不安宁的啊 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啊 用那个旧的衣服做 旧的裤 旧的裤 旧的一座地毯 对我看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省钱 不要浪费 对不要浪费 其实如果你没有穿啊 嗯 没关系 对 但是如果你突然间要拿一串 通常他们用了就不会拿一串啊 对 通常不会啦 其实是不要 因为你穿过不管是谁啦 如果你穿过的衣服 我突然间当做布 当擦脚布 你的磁场在那个衣服上 就算你拿去洗了 穿过的人还是你 哦 每天在踩 就是你会有没有听过 有些可能去寺庙收金的人啊 就是修金的人啊 就是他们去了寺庙过后啊 那个师傅也讲 哦 他穿过的衣服 就是他不管洗了 没有洗都可以 就是只要他穿过的 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就去拿一个衣服 他穿过来做法给他穿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会明白 因为你讲人家穿过就有这样子 所以可能你们就不要再放在地毯上 可能怕会影响 就是讲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讲 有知道这样子了 过后尽量就是不要会比较好 可是通常那种毛巾 如果是讲用过毛巾 一样的 也是一样 对 一样道理 这样我们还是好好的买地毯 然后你有没有看过 有些庙啊 佛堂啊 那些彩神 尤其是彩神啊 对 很多名片在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比如说一个财神爷啊 或者什么 招财女神 招财女神也好 他们在那个frame里面 是不是很多人放到名片 对对对对 那个招财女神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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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觉得 诶 怎么这样奇怪 hello but what is it right 怎么我的印最近啊 我就看你看这个小人怎样怎样 又有小人了 要去解决一些问题了 所以这些我们给的这些tips啊 风水啊 大家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不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去 就是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就不要到这些事情发生了 然后过来你才要找方案 这样你能够避免一点是一点 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顺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不要ticky会比较好 不要就是很像很就是 我们讲硬水 就是很强硬这样子 不要太过硬水 也不要太过水 对 不要太执着这样子啦 ok 所以的话也不要太迷信 这个不是迷信 这个就是一个一点点的小tips 小暗示这样子 因为其实他们是不讲的 这些风水跟我们巫师有点像的 其实我们巫师有很多办当的 只是我们没有去很像公开的去讲 这些我们巫师做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连吃饭都有风水 就是只有我们巫师的人懂 所以我会很相信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是玄学人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 我是本身很喜欢啦 然后你们可以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如果你还有想要看到什么主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然后不要忘记去follow我们两个的IG 还有我们季色满航对眼龙说的官方IG 还有Facebook page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更多的玄学智慧 玄学内容 还有会跟大家直播互动哦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任何一个更新 然后去follow我们的其他平台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季色满航对眼龙说的影片呢 不要忘记我们每天晚上7点 只时报复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只时报复影片哦 拜拜